第四題乘第三題 有一個甲A柄三個騎腳踏車的XT圖 那麼想請問我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選項說0到20秒之間三個位移大小是這樣 那我們可以從圖上面看出來 0到20秒之間甲的位移是 20減10是10 那麼乙的位移呢是20減0就是20 柄的位移呢也是20 柄的位移是這一段呢也是20減0所以也是20 所以我們就知道 0到20秒的位移呢是乙等於丙大於甲也就是甲小於乙等於丙 所以我們A的選項呢是正確的 然後再來就是所謂的10到20秒之間三個位移的大小 那麼在10到20秒之間就是這 就是10到20秒 那我們就知道甲的位移是這一段 乙的位移呢是這一段 丙的位移是這一段 所以我們顯然知道位移呢應該是丙大於乙大於甲 所以他說兩個三個相等呢也是錯的 那麼C選項說 0到20秒之間的平均速度大小為多少 我們提過 ST圖的直線呢代表的是速度 一條直線就代表一個速度 割線是平均 切線是順時 直線如果越寫就代表速度越大 那我們可以從圖上看到裡面 丙在0到20秒之間呢 丙的直線是最寫的 甲是最不寫的 所以呢應該的速度應該是丙大於乙大於甲 他說三個相等呢也是錯的 最後是10到20秒之間 三個的平均速度多少 那麼10到20秒之間因為 我們這個如果要直接做的話我們也要知道說 這個位移這個在哪裡 這個是在哪裡 這樣才能夠算出來 這樣子會比較麻煩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甲乙丙三個都是做所謂的等速度運動 所以呢我們從頭開始算出來的 速度呢就是所謂的10到20秒的速度 那我們發現呢剛才看到了 甲在0秒到20秒之間甲的位移是10 那麼根據我們的公式v呢就等於delta t分之delta x 所以呢甲的位移呢是10 時間呢花了 所謂的20秒所以他的 平均速度呢 是0.5 那麼乙的位移呢是20 那也花了20秒所以平均速度呢 是1 那丙呢也是 走了 20然後也花20秒所以的速度也是1 所以呢應該是他的大小應該是 1 等於丙大於甲就跟我們的A選項的答案是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這題我們就知道 我們的答案應該選擇的是A 在0到20秒之間 三人的位移大小是甲小於1等於丙 3 4